大排檔每时常会被评为特色的港贵 但全港大排檔只剩下26家 而且部分也转变成户外主店内 计划走进了历史 而今天周一是最后一天营业 下午排了不少的人都要等上半个小时 也要来吃最后一面 以下是来自香港报道 还有店家自制的手打鱼蛋 墨鱼丸等港式美味 香港知名的大排檔 港新鞋斯曼等也爱吃 熬过了疫情 但抵不过都更70年历史的面店 星期一最后一天营业 中午店外常常人聋 为了这最后一面排上半小时 吃了20年的老邻居 更专程回来回味 铁皮屋大排檔保留着香港 几十年的街头风味 虽然一碗汤面要160元台币 烙面更要210元 不比有装潢冷气的餐厅便宜 但年轻一代认为 只累了几十年的氛围 不是半几星期的夜市可以取代 全港各区剩下26家大排檔 有向陈奕迅发歌喜欢卖奶茶咖啡的 也有伟仔王妃拍重庆森林的热炒店 大排檔牌照只能传承极细亲属 未来只会关一家少一家 这家面店的第三代还在考虑 会否住用店面延续家族的岗位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